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823的金門高樑的紀念酒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七千塊 好 起床 半年了 謝師傅 謝孫哥 起床 他起床就不用起床了 起床呢 那麼可憐 起床百塊 真的起床呢 所以順哥講是真的 半年500塊 其實漲幅也還滿金的 還不錯... 你還買食品都要不得了 跟各位解釋一下 第一個 他這個非賣品的 他不是在賣的 人家就用買的還非賣品 沒有 他是給佩吉說55歲 然後他還要涉及說 民國幾年在金門 之前在金門涉及的55歲 才有這個 所以順哥是去跟55歲的人收的 沒有 是中盤商去跟他們收的 那時候出來的時候 然後賣價才4500塊 剛出來 所以現在已經漲了一輪了 後來就是一路漲上來 這漲到那個今天 他們那邊的報價零售是7000 當然批划價會便宜 你個兩三百塊啦 這是很合理的 他唯一最可惜是什麼你知道嗎 他不是58度 這種磁溫58度的酒來放的話 他紫化效果香型會更飽滿 可是像53度就是說 你放個半年一年 你要來開就已經滿好喝了 好 他會純化 然後還有一個重點是說 你放個十幾二十年 萬一他有加液態高粱的話 就是他們講的半固態的 加糖發酵的 高粱進去勾兌的話 有時候他稍微震露一點 他會衰退 53度是比較...比較可惜一點 如果58度 他增值幅度會更高 好 來 這一瓶酒的話 漲幅很驚人 半年 你看喔 這個我覺得金門的居民的話 還是享有不錯的一個福利 對... 對不對 你看他們55年次的話 馬上就配了一瓶酒 你如果不要賣掉的話 現在已經漲了一倍的價格了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瓶酒 這一瓶的話應該是紅酒對不對 這個是紅酒 對 好 這瓶酒是怎麼來的 這個紅酒有一個故事 就是我們在演藝圈裡面 就是平常的時候 就是要保持好人際關係 有一些長官喜歡喝酒 後來我就跟我老婆說 那我們去買一些 就是比較好的紅酒去送他好了 但因為我們都不懂 所以就買了這一瓶 但是後來沒有送 因為我沒有辦法確定 他是不是算比較好的 我怕送出去就是爛酒 就丟臉 那你就買貴一點的就是好的啦 沒有 那時候買的時候 也是買幾千塊的 但是我沒有辦法肯定他到底 你那時候買幾千啊 那時候買好像買四千多吧 幾年前啊 大概也是一兩年前買的 其實四千塊的紅酒已經算是 很高檔 但我沒有辦法確定他是不是好 那你有冷藏嗎 後來沒有...沒有耶 要冷藏 我不知道要冷藏 但我放在陰涼處啦 我沒有冰 好 來 老九霖幫我們看一下 這個是2002年的這個 克勒雷登山紅酒 好 林峰林老師 這一瓶酒到底是哪裡來的 這是澳洲酒 老實說我要給大家電視機前面的 朋友一些正確的觀念 其實我們所買到的葡萄酒裡面 大概有95%的葡萄酒 都不適合長時間的存放 因為葡萄酒本身坐下來 只有它的目的是讓大家喝掉 那只有5%的酒是真的好久 適合長時間的存放 而且也必須要經過良好的保存狀態 但是這支酒 因為它非常的厲害 所以它的酒體也非常的強壯 所以我相信它現在是沒有問題的 而且我相信它現在應該是 它最好喝的時候 它很厲害 非常的厲害的意思 聽起來是怎樣 它是2002年的克勒雷登庭 它是號稱澳洲的前三大酒莊 澳洲酒做得非常濃郁 非常的飽滿 然後這支酒 而且它 你知道這個酒莊很厲害的 它是它堅持三個東西 第一個 它是堅持百分之百的葡萄品種 然後它用的是Ciraz的葡萄品種 那個葡萄品種就是非常的強壯的葡萄品種 第二個是它堅持是只用老藤 老藤就譬如說它老藤年紀 就是可能有四十年 五十年 七十年老藤 老藤深入地底裡面 擷取地底裡面更多的風味 更複雜 更集合 所以這個酒是非常好的 而且他們用單一的地塊 所以你可以在上面看到 它是單一葡萄園所做出來的 特別標示風土 這樣的酒在澳洲是非常少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它是單一的葡萄園 然後又用一個老藤 又是同一個品種 下去釀出來的葡萄酒 而且他們只用最新的 百分之百新的橡木桶 而且橡木桶是來自於法國 博登地的橡木桶 這是在澳洲來說是很少見到的酒 可是它沒有冰耶 但是因為它很壯 所以沒有關係 非常強壯 所以沒問題 然後它像這樣的 他們每一個單一園區的產量 一年大概就生產八千坪到一萬坪 低於一萬坪的產量 如果是低於一萬坪 然後銷售到全世界裡面的話 台灣分配到的搞不好都沒幾 所以它價格一定是會一直往上漲的 好 那一楓老師 我們其實過去的話 聽過了這個美國的葡萄酒 然後呢 這個法國的葡萄酒 歐洲的葡萄酒 好像很少碰到這個澳洲的葡萄酒 這其實是很可惜的 來 我們跟大家介紹一下 葡萄酒其實它有兩種 最主要的分別 一種新世界跟舊世界 我們過去在喝葡萄酒像 以歐洲為主的像法國 西班牙 義大利 奧地利 然後像德國像這樣主要的 葡萄酒深坦國 他們稱之為舊世界 我們過去所喝的葡萄酒 主要從舊世界出來的 那新世界 有去了在新世界的頭 在80年代的時候 帶頭的人叫澳洲酒 對 因為他們可能引進了 像澳洲主要的葡萄品種 大家所熟知的叫Sirats 它是來自於法國龍河區的Sihar 雖然拼字不一樣 它是同一個葡萄品種 在那兒 在澳洲發揚光大了 全世界最好的Sirats 大家認為是來自於 澳洲來自於南半球 他們在不同的土地做出那種 特別像黑出力的 像櫻桃的 像是這種很黑色果實味的 這個葡萄酒 做得非常飽滿在澳洲 而且他們幾乎 因為陽光普賽的結果 他們的酒幾乎每年都是好年份 好得不得了 所以 而且在當時他們的機器很低 就價格非常的低 在80年代那時候 可能像Clendon Hill 這是怎麼出來的 他們剛開始做出來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採用 所謂的Blend Testing 盲癮的方式 開始跟所有的酒盲癮 說誰的酒好 開始盲癮的結果 它可以PK到這種舊世界那種 它十倍以上價格的酒 它就這樣一泡了 然後還有一個很有名 我們之前有介紹一個 叫做Robert Packer 就是葡萄酒聖經的作者 然後他非常喜歡這支酒 然後他在平鑑的時候 他記得我從1994年開始吧 一路到2000年 幾乎每一支它的酒 它有一個最頂級的酒 叫星光源 從94分一路平上來到99分 幾乎每一年 甚至有滿分的酒 一整排都可以排出來 然後這支也是它的相當好的一個 Siraz的單一年份的 不是 單一葡萄園的 一個很好的頂級酒 好 那這個林馮林老師 如果按照您這樣的一個說法的話 在舊世界裡面 這一家酒廠所出的 就是新世界的頂尖 舊世界的這個酒廠來比較的話 它可以媲美到幾級的這個酒莊 它肯定是可以跟那個 五大酒莊是比肩的 這麼厲害啊 是的 可以拼到五大酒莊的酒啦 是的 是的 而且甚至可能常常 因為它酒質做得比較濃 當然風格不太一樣 會比較熱情 然後在法國酒做出來比較收斂 所以有時候剛 甚至剛開的時候 它可以遠遠的超過 五大酒莊的氣味 好 來 鐙輝 你今天 珍藏了一瓶不錯的酒 我以為它就是一個 拐瓜裂藻的酒 如果五大酒莊的酒的話 不得了耶 對 你自己評估的話 多少錢 我不知道 我只有幾千塊 然後買的時候 12年 現在到2014年 現在可以喝了 尤其如果你沒有經過良好保存的話 再放其實是對不起他 現在開起來剛好 鐙輝其實那個... 現在肯定好喝 鐙輝自己估的價格 其實不算是太...那個 我記得我買的時候四五千塊 他買四千 然後多一個五千 五百塊了 對...我那時候買四千塊 剛剛背他這麼一講 你要不要改一下 好像變很厲害的感覺 我不知道頂尖的酒莊的酒 是可以到多少 就是幾十萬啊 那什麼好意思 至少也要有個... 我現在是這樣 而且全球限量一年就生產 八千到一萬 是不是應該也要跳個十倍 下面有個四萬五的 你說2002年的話 全球大概一萬坪來講的話 2002年喝到現在的話 搞不好剩個位數啊 好不好 那我們就把它估個四萬五 你覺得怎樣 我覺得可能還要再高一點 四十五萬 沒有... 太好 沒有 現在可以問吳醫師 你要吻嗎 吻什麼 來... 跟你吻 因為越南... 越南的那個店又吻啊 能灌... 這個太冒險 好 來 我們請老酒靈菇 老酒靈菇完以後呢 看一下這個林峰林老師 要不要加價 好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是來自於澳洲的這個葡萄酒 那它是來自於 克勒雷登山的紅酒 剛剛被林峰老師一講的話 這個可以媲美五大酒莊的酒 我們來評估一下這瓶酒呢 現在剛好試飲了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建價 五千五百塊 還好沒換 我騎一千 我騎過啦... 我對不起林老師講那麼多啦 來 林老師 你要不要加價 它原本剛開始開放 剛開始上市的時候 可能價錢才兩千多塊錢而已 所以其實五千五百塊 已經漲一倍了 那澳洲酒其實呢 是很可惜的 我去年澳洲政府有邀請我 到他們那兒去 希望就是認識他們的澳洲酒 因為我們等於是被邀請過去的VIP 為什麼呢 因為呢 澳洲酒在80年代的時候 這樣整個起飛 然後從原本機器很低很便宜的酒 突然之間成為那種高價酒 它的價格慢慢跟所謂 舊世界的法國頂尖的酒比肩了 可是你知道人們還是念舊的 覺得那舊世界的還是比較好 那還是要認牌子 所以這些年來澳洲酒的價格 又慢慢慢慢慢慢的下來 所以現在其實屬於下來的狀態 如果它在當時 一路這樣子沒有回頭上去 現在肯定是上萬元了 但是因為澳洲酒 等於是這個價錢再重新回檔 因為有一陣子澳幣是不是大增值 也造成這樣的結果 所以其實它價格有點回檔 所以這個酒的品質 以及它現在價格 我認為是非常值得 買來喝得好酒 買來喝得好酒 那是不是買來不要喝 增長的好酒 當然也值得 因為它現在等於回檔了嘛 那價格其實老實說 就是物超所持 所以我要放高粱 我就可以這樣把它放著 那如果我要增長紅酒 我要把它冰起來是不是 冷藏 要放在24小時恆溫恆濕的酒窖當中 長時間的保存 那你那瓶放那酒喝掉喝掉了 那我覺得這個要喝掉 要不然會壞掉對不對 現在我覺得正式喝得好時機 如果你願意開的話 你可以品嘗到了解 所謂的好酒 應當是什麼樣味道的展現 你這個拿給我是什麼意思 開酒啊 你要我現在把這一瓶頂尖的 新世界的澳洲來的什麼... 什麼...開掉 你以為我是笨蛋嗎 這麼5千5年了對不對 開掉大家 你喝掉你也才知道說 他到底有沒有值5千5嗎 開掉大家爽一下是不是 我不如回家門關起來自己 不是 鐙輝 你不然 你搞不好還要花了十幾萬 買一個冰箱要冰塌耶 你覺得這樣划算嗎 對啊 沒有 真的 我那個時候... 我那時候想說我沒有送出去 我怕送出去丟臉 我今天聽完老師講的這一集話 我覺得今天晚上 找一個適合的人就把他送出去 結果他喝到的時候 對耶 真的 我跟你講 你下了節目以後 我相信你周圍的朋友 馬上來跟你要這一瓶就喝 後來還不是喝了 是不是很期待 要想要喝他的感覺 是啊 來 老九臉為什麼5千5啦 就現在在成交的 大概就是這個價錢 那當然如果未來 未來可能上去的機會是很大的 他不是限量嗎 限量可是就是一鋒老師講的啊 他因為就是不是主流 大家還是喜歡法國還是... 這個牌子 名牌迷失 我們知名的大法官陳新民教授 寫過一本書叫西式珍亮 這支酒就進去被選進去 全澳洲只有三個酒廠選進去 這是其中一支 你看 很棒喔 好啦 那你算了 你還是去買十幾萬的 一個冰箱把他起來 好 把它冰冰看 不然怎麼辦耶 因為你會不會給人家喝對不對 好 我可以去買冰箱 結果後來酒都沒有大賣 要來賣冰箱的大賣 好 今天謝謝各位老闆 謝謝